遇到超能力者獨心怎麼辦 別害怕 把你的手法接到2P 他就不知道你在想什麼了 這麼有創意的設計 就是電玩之神小島秀夫的手筆 而遊戲的名詞 大部分的人會稱之潛龍蝶影 但喊家會叫它 特攻神蝶 遊戲一開場 滿滿看不懂的外文 就是High Class 格調拉得比101還要高 再搭配電影的運鏡 確認過眼神 我遇見對的人 買他絕對是這輩子最正確的選擇 速殺的氣氛烘台到位 美式英雄 一人佔詮釋的劇情將要上演 什麼 我們居然赤手空拳 立刻收起燃燒的鬥志 轉成屈其必凶的Slan模式 多好多滿我的天啊 雖然有點不安 但偷偷摸摸的感覺 卻打開體內的開關 東長西頭的感覺更刺激更興奮 難怪閨面的男友總是比較帥 人氣的魅魯深入海 潛入守則第一條 別吃漢堡跟薯條 因為童風口實在太小條 揚眼了一下下 我們遇見了局長 要知道那個時代的電影定律 首先掛掉的都是 有沒有 難怪後來狂搞政治正確 此時小島修常被罵的點也展現了 三不五時硬要來個傻必死 雖然在四人眼裡他是個變態 但在我心中是真正的英雄 當年玩遊戲必看攻略本 對話中有提示 顏色不一讓牆可以用七次炸彈突破 就搞死你們這些看不懂日本的小玩家 怎樣 所以我以前特別崇拜雜誌社的大神 感覺他們就像伊卡洛斯一樣 把上天的文明賜給大家 頭目站來了 小島修復風神當之無愧啊 常常對決都有搞人心態的難度 可是又不是讓你願意堅持的趣味性 像這個你追我跑 相當考驗預測對方走位的能力 要是乖乖走到世界內在開槍 可能晚上天還在這一關 打贏之後白爛的事情又來了 請看盒子的數字調整頻段 打電話給你主角開啟大門 媽啦我買Steam版的拿來盒子 柯拉米椅子可以再不用心一點 接下來的畫面需要打馬賽克 難道是看到什麼嚮嚴刺激的畫面 原來是我們要抽煙來看紅外線 台灣的規定比較嚴格沒辦法 第二頭目站來了 特攻神力打王都需要特殊戰法 這裡傻傻開槍會被玩到死去活來 正確的打法是 用手榴彈丟進戰車的進出口 看到影片的朋友我說聲恭喜 省下麥香十元請同學告訴你 遊戲的流程說真的不長 但每段都會讓你印象深刻 現在我們要用線控火箭打爆控制台 解除地板的通電 真的會覺得小島根本天才 花樣就是比別人還要多 接下來對決忍者 你看我這樣講流程 好像遊戲推進很快 但實際遊玩體驗 打到這裡好像已經踏過好幾出戰場 我自己做影片時也嚇到 原來是這麽短的嗎 這關新手會被虐爆 無法實驗武器只能慢慢打 忍者的出招節奏一直在變 中途還會高隱身 簡直讓人超作狂 我記得第一輪打可以戴紅外星眼鏡 錄製的時候卻要跟後面才能拿到 知道問題的朋友可以留言解答 還好我老手了 直接靠印象找位置處理掉 這個遊戲沒中文化真的很可惜 因為他人物的對話很有料 在塑造個性的同時 還有大量的反戰思想 可說是寓教於樂 真的建議大家上網找對話翻譯 內容非常有趣呀 接著又是小島的變態時間 看到走路是不是特別有女人味的 就是美麗的偽裝 嚇嚇他之後立刻跟蹤到廁所 就會出現我在YT不能畫的方面 雖然現在看起來是邊邊角角 但當年女主角異山不整的畫面 可是讓我鼻血狂流啊 再次為小島的偉大敬禮 最經典的地方來了 即使過了這麼多年 這場同步戰還是被四人晶晶樂道 敵人是可以使用超能力的怪物 任何攻擊都被看穿無法擊中 此時遊戲會打破第四面牆 跟你說要用手把換到2P就能避免被毒星 當年玩到這段差一點笑死 怎麼會有這麼神的設計 現在實體版只要把手把拔起 系統就會自動跳出切換2P的選項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要說比較靠北的就是 為什麼不是賣HD版 畫面一直抖抖抖的很煩耶 就像前面所說的 遊戲流程其實不長 但玩到這裡就會覺得跟女主角認識好幾年 已經心動的超級愛他 正當我們手牽手要去打魔王的時候 遇到狙擊手了 看到這一幕難過的不行 真的是打在他身痛在五星 玩家必須跑到之前的倉庫拿到狙擊槍 才能平等對決這個頭目 小遊戲大啟發 吃藥絕對不能省 我自從開刀想掃花麻醉藥 結果痛了一整個禮拜 真的是後悔目擊 正經濟該吃就吃 不然開槍會抖錯是一堆攻擊良機 打贏之後 讓人生氣的是又來了 HD可以看到操陣的妹子 勤胸打開 讓玩家在冰冷的戰場得到大大的溫暖 我的版本卻是粗糙的方塊 沒有性感只有瞎破蛋 可拉米可以再沒誠意一點 被抓去拷問有小遊戲 玩家可以選擇直接投降 或靠著連按來掙扎 想救妹子朋友就加油吧 這會決定你機車後座有沒有香軟的體溫 靠著番茄醬片來所謂 順利逃出也找回裝備 此時我要幫大家解答一個疑惑 就是這個遊戲值不值得買 必須很心痛的告訴大家 看看就好別消費 因為這遊戲一直是搞原汁原味 缺點完全照搬 像我現在要打通信塔 當年的噩夢再度重現 他的武器系統真的很爛 開槍只能憑感覺找方向 瞄邊射擊是常常有的事 說這是鼓勵閃躲也很堅強 因為強制戰鬥的地方實在不少 這個塔要是補血沒蛋嘛 失敗就是整個衝爬一次 根本是逼人退坑 還好頭目戰真的大加分 不然我現在肯定狂噴 先是帥氣的高樓彈牆跳 讓你稍稍恢復信心 接著就是火箭筒射直升機 再度找回刺激與感動 這裡也是相當難 後半段頭目假動作特別多 讓人瞄準的時間也超級短 只能說耐心必須用好用滿 先讓他囂張射滿場 再偷偷毀進一發 打包的瞬間實在是忠孝動物 全程一路大順暢 這裡其實有留下科奮懸疑的點 異蛇稱呼主角是兄弟 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故事中太多名譽人了 還沒搞清楚狀況 我們就要跟女狐二輪戰 看到他曼妙的動作 整個魂都快被吸走 方塊板都這麼嬌媚了 HD豈不是更美麗動人 可惜柯拉米就硬要拿舊的出來賣 給我下台 不得不說博士宅歸宅 艷福還是不淺的 不知道胡姐有沒有把他抓去直升機 拜託那個過程都演出來 本作的厲害之處 就是節奏的緩急控制得很好 壯烈的決戰之後 來個潛行關卡讓大家舒緩一下 打打小怪練練手 順便為之後的劇情埋下引爆點 遊戲雖然是單人潛入 但過程中必須藏藏通訊來獲得提示 漸漸地你會信賴跟你通信的專家和盟友 甚至還有點迷戀的感覺 其中的女基因工程師 讓人聊天聊得快暈船 此時莫敬王要我們行刑 你被騙了他是間諜 故事由此開始大反轉 原來我從頭到尾都是棄子 怎麼就連行動都是唬爛的 這段劇情描寫得非常厲害 前面埋下的各種不安在此大引爆 已經不知道為何而戰了 而還沒有查證的時間 大胖子就打過來了 這戰算是蠻自由的 第一輪我直接開槍打爆 後來有朋友提醒可以用果彎炮 果彎效果十分顯著 終於來到最後的階段 鋼蛇的心情我非常了解 後勤人員根本是魂球戰隊 態度就是我不能跟你說明 但快點去解除核彈就對了 我靠是這樣子叫人做事的啊 但為了和平先不跟他們計較 使用熱帳人說一卡三叉大法 解除核彈危機獸 可以了吧你伯要回家了 再也不想跟這些迷運的人合作 更厲害的爆點來了 嘿嘿嘿嘿 其實我是大頭目異蛇啦 天啊太離譜了吧 整個組織的人都是腦包嗎 直接被魔王滲透在家裡面 而且最搞笑的是 其實大頭目根本不知道怎麼射核彈 所以乾脆放玩家進來試一次 沒想到真的下目成功 我們反而是啟動了核彈的程序 最後的神反轉 真正被小島秀滿臉 還可以這樣子玩的啊 怎麼辦我親手助下大處 只好採取最傳統的解決法 幹就完事了 這一戰真的氣勢十足 肉體凡胎對決 惡族步行兵器 只有爽而已 非但射好射滿還不夠 直接用拳頭定勝負 背景音樂響起 雞皮疙瘩完全炸起來 感謝上天讓我玩到這款遊戲 小島人封城絕對不是粉絲亂吹亂捧 我心中的激昂就是他成就的證明 最後真相都解開了 主角跟魔王都是複製人 所以才會兄弟兄弟的叫 我們也確實被出賣 女博士給主角打入致死病毒 光暴之醜讓鋼蛇跟恐怖分子一起掛 只是最後故事收尾突然又讓女人猜猜了 問他說病毒何時發作 回我說活到那天為止 有講跟沒講一樣 真的是相當不負責任的結尾 因為這遊戲真的是有年代了 畫面醜射擊系統也爛 移植還沒有搞中文化 我要推薦確實很難說出口 但這部作品真的是讓古早人開了眼界 在一場不算太長的冒險中 塞進反轉再反轉的旋翼 塑造出充滿魅力的同伴與反派 以及體驗超豐富的各類同步戰 被這樣全套吃後 過關之後是大大的滿足感 讓我們相信 小島帶領的團隊肯定齊齊一波接一波 以後看到潛龍的電影 賣就對了 而數年之後發生的法克克拉米 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我跟大家都說 我跟中國的詞 有一個故事的 也是新索的 海瓦 有一個故事 這集會很可愛的